前衛宜自稱財政狀況不好 馬青陽指前妻她和解玩到底 前衛宜和馬青陽去年結束27年婚姻 並展開離婚訴訟 今日二人現身灣仔家事法庭 前衛宜指今次是因為馬青陽 未有繳付她的800萬律師費 而被指藐視法庭 她直認現在的財政狀況不好 還指對方給她現金和信用卡作為生活費 但信用卡經常用不到 馬青陽就和前衛宜各執一詞 強調前衛宜所用的律師貴過她的律師 自己有證有據 對前衛宜聲稱有時用不到信用卡 馬青陽叫對方不要那麼大洗 又表示自己一直都想和解 但對方不和解 一直要玩到底 玩下去 問是否因為前衛宜不滿她提出的賤養費金額 她說 或者是吧 我都不知道 你問問她 湯浪文甜由法國 紙被種壞 馬國明吞爆被餵食 馬國明湯浪文結婚在職 兩個人近日飛到法國旅行 由法國中部玩到北部 靚湯在IG分享旅遊時的影片 除了和馬明一起行市集 古蹟 大膽吃美食 更牽著手逛街 閃爆網民 靚湯泛文指 這個是兩個人首次結伴歐遊 感謝美婚夫天天開車帶她到處去 中Sweet爆紙被種壞了 馬明除了做柴河夫 還不斷幫靚湯拍靚照 而靚湯也有慰勞馬明 在餐廳吃午飯時餵她吃東西 令馬明吞爆兼開心死 除了兩個人由法國很開心之外 圈中好友都紛紛留言替她們開心 唐詩詠寫上Sweet Sweet嫂嫂 曠基盈就寫上我瞎了 《简直男子》 《简直女子》 感谢观看